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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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進西院看華語電影 應該是 我不到十歲 因為我爸爸說 如果我們考試成績好 就帶我們去看 那個時候我們很想看的 倩女約魂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王祖賢 穿著他的 那個紅色的古裝的衣服 這樣飄來飄去 我覺得哇好美 就很漂亮很漂亮 我記得我光夢見那個 老老的那個舌頭 因為不好連續起回上 因為畢竟我那個時候 才八九歲吧 所以就很害怕很害怕 就拍攝電影的現場 第一天我才發覺 這是我想要做的 就是 就是之前 都還不太知道 自己想要朝著什麼方向 然後我記得是 雪安華導演的 南四四 跟學友 張學友 在圖書館的一場戲 我在那一場戲裡面 有一隻就是 好像跟他 tease他 就挑動的戲 我記得我在現場的時候 看到學友一直流汗 我就很開心 他越流汗我就越開心 因為我覺得 哇 他上當 我印象很深刻是 許導帶我去看那個毛片 我就一直覺得很 很差異 就是覺得 欸 我怎麼會在 那個螢幕上面 我明明那個是我 記憶裡面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片段 為什麼我會在大螢幕 所以我就覺得 哇很大的衝擊很奇怪 就好像自己 不知道瘋了 因為我這四年都在專心帶孩子 我還是會去看話劇啊 看電影 或者去法國 去面一些劇場客廠 沒辦法 我覺得這 我覺得表演 就是 他已經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就覺得 又遇到好的劇本的話 然後 我覺得就 不要再 就 不要再 再壓抑自己 就是時候要再演戲了 因為實在 太喜歡